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部影片感谢KTM台湾总代理安东贸易 普悠马一节租车 Stream Trail 台湾 iGoGo Sport 斯伯特 极限专卖 正成集团 Insta360 PB Design 贊助播出 一早又是一個好天氣 起了個大早之後 我們也準備踏上今天的旅程了 而才剛騎進這個三間小徑 這時距離我們出發 也才短短不到20分鐘 我們馬上因為一件突發狀況 把車停了下來 對 然後佛特的台牙好像要怪怪的 它是完全離開 我會跌 對 它應該是去捅到了什麼東西了 它剛才騎的時候整個都是扁的 對啊 這990 ADV的輪胎 不知道怎麼的 突然就沒氣了 一開始想說應該停在路邊打個氣就好 結果沒想到是被樹枝捅破了 把氣打滿之後 同樣一下就又漏光了 於是我們很臨時的 在行程前 準備先前往喬治的車行 換個輪胎再出發 來吧 給大家分享一下我現在在南非的手 最近呢已經被塞成這樣 拜拜 它已經開始有點 燥灰的啊 所以只有它吧 我們在等佛特它的 bike修好 剛才問了一下那個計時 他說大概只要半個小時就可以 所以我們在這邊點了一杯咖啡 它好像剛才換了這個全新的氣嘴 所以現在完全不會漏了 它剛才去試騎過了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把咖啡喝完 就準備出發 GOGO 還有點燃營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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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Back again Till never come down My head and my hands now 处理好轮胎 确定一切正常之后 时间也来到了接近十点 虽然跟我们原本预计出发的时间 已经晚了大概两个小时了 不过我们依旧兴致不减 开开心心的继续启程 而在出发之后 第一条山路 就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从乔治出发 我们走着N12公路 在离开市区之后不到15分钟 马上就迎来了 这样的景色 I say that I love you Every day another I do Cause you know 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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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 当下骑程的时候 我心里第一个想到的地点 就是台湾公路的最高点 武岭 在这条山路上 你隐约可以看到几公里外 那山的最高点 就好像冒险真诚 正在呼唤着我们 而这条山路 与台湾四线 则是有很多相似之处 起初道路平坦 缓缓地向上爬升 公路上每个弯的幅度也不大 加上头顶上 是我每一次去武岭的时候 清澈无比 万里无云的天空 所以在一开始 骑进这条山路的时候 我 开始有点想家了啦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身在他乡尾翼克 每逢佳节被私情 离开故乡到异地去 会感到一切都很陌生 不习惯 觉得自己就是漂浮在异地中的一夜扶贫 这种感觉 到了某些特定节日的时候 则是会爆发出来 不过今天 当我来到了这里 那种感觉比较像是 赌雾私情的感觉啦 不是什么特别的节日 而是单纯某几个 从公路上看过去的角度 真的就长得很像台湾 不禁让我有一种怀念的感觉 甚至一度还想说 骑完这条路之后 就会到湖里了 随着路程的推进 山峰矗立 峡谷深邃 山团起伏不断 虽然峭壁就在我们的左手边 但是路幅比起台14甲 宽敞了很多 即使一路上的太阳折衡的很大 但是气温却同样的宜人 唯一比较有差别的我想 应该就是海拔了 从市区到这里 只有短短的不到20分钟 海拔我猜 可能也就不到500公尺吧 但是当下的体感温度 在穿上了风衣之后 不冷也不热 很奇妙的感觉 只有舒服两个字 可以形容啦 在这段山路骑程了大概一个多小时 周围的景色也从原本的高山深谷 变成了开阔草原 在这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这路上一根一根 木头组成的电线杆 比较特别的就是 每根木头的长度 还不太一样 所以偶尔你会看到某些电线杆很长 某些电线杆却很短的景象 而在看到了电线杆之后 也代表着 我们来到了 今天的早餐地点 奥茨湖恩 如果你在Google地图上打上奥茨湖恩 然后按搜寻的话 第一张大大的图片 八成会是一群鸵鸟 这个城镇有着鸵鸟之都的称号 在人口数大约六万人的城市中 养了上万只的鸵鸟 这里也是南非最大的鸵鸟养殖区之一 同时也靠着鸵鸟盛起观光景气 来到这里你可以参观鸵鸟农场 起鸵鸟喂鸵鸟玩鸵鸟 然后还有吃鸵鸟 可以说是从鸵鸟的羽毛到鸵鸟肉 只要是有关鸵鸟的一切 你都可以在这个城市里面找到啦 这就是鸵鸟 你能看到鸵鸟 我知道鸵鸟 鸵鸟 它有点羊肉的味道 然后再加胡椒 鸵鸟 鸵鸟肉 好干 人都来到这里了 虽然才刚拍到鸵鸟妈妈带着鸵鸟宝宝 但是这间店 卖的全部都是鸵鸟相关的早餐 从鸵鸟沙拉到鸵鸟汉堡 所以即使我有点罪恶感 但是为了生存 还是客了一个鸵鸟汉堡啦 吃完了早餐我们接着继续出发 沿着12号公路继续骑乘 来到了这里 虽然同样是一望无际的草原 不过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这里的土质 比早上骑乘的时候 颜色要更红 随着景色深入 我们也准备进入峡谷了 I need you for highs and lows and in betweens you carry the weight it's just part of your daily routine to be so good to me 今天我们的计划 预计会穿越两个峡谷 行程则是折中的 早上骑公路版的峡谷 也就是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峡谷啦 而下午 则是会进入另外一个非铺装路面的峡谷 而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峡谷 Marine Sport 中文翻译 梅林斯波特 我都叫他梅林的峡谷 这是一条长越25公里的穿越公路 沿途会经过壮丽的山谷 在雨季的时候 甚至你还可以看到瀑布 其中最特别的就是骑在这边 我们会经过28座石桥 来回穿越底下的溪流 在这里我们可以近距离接触这条溪 那种感觉非常的特殊 溪水就离米不到5公尺 视野所及之处 都很有聊K的机视感 但是我们所经过的却也是柏油路 很奇特的感觉啦 相信我实际从现场看峡谷 远远比从画面上看上去还要震撼 每一个弯之后 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惊喜 尤其是这里的石头 有够大颗的啦 如果按照我们以前的旅游方式 基本上在这个峡谷停下来的次数 绝对是超过5次以上 但是这一次 我们沿途只停下来休息一次 然后就直接骑出峡谷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觉得非常的可惜 不过因为下午我们还有土路版的峡谷 所以啦 就算这边行程赶一点 还算是可以接受啦 离开了公路版的峡谷 我们也进入了最近的一个城镇 Prince Albert 你可能会很好奇 怎么有个地方 或以什么什么王子命名 而说到这个 就不得不提到南非的殖民历史了 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之一 其实在南非很多地名 都是以英国女王 或是以王室成员命名的 像是今天早上出发的乔治 现在来到的Prince Albert 以及未来几天 我们会经过的Victoria West 甚至是伊丽莎白港 都是在经过了殖民时期后 留下来的地名 而这个充满魅力的小镇 刚进入 就让我感到非常的清幽 街道上全部都是保存完好 充满怀旧氛围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 美东建筑物上的数字 则是代表了他出生的年份 看到这些 距禁已经快一百年的房子 还保存得这么的完善 我觉得 真的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啦 在这里我们稍作休息 吃了一点东西之后 接下来就准备迎接下午 土路版的峡谷了 离开Prince Albert之后 我们在柏油路上又骑了大概10分钟 接着右转 准备进入土路 我现在把它调成了拉力的模式 我们来骑骑看 因为我之前骑土路的时候呢 我都是把它调成Offroad 我现在把它调成了拉力的模式 来仔细看到底有什么差 Let's go 中午过后 发现天气突然整个热了起来 看了一下仪表板 才知道原来现在的温度 已经来到了超过38度 真的是热到快蒸发了 不过很幸好的 接下来的行程 我们也准备往山上骑了 而在进入了土路之后 第一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就是在这个入口处 充满了沸沸 当下看到沸沸 其实我心里真的是满替蒸蒸担心的 因为其实沸沸是一种很危险的动物 有曾经主动攻击人类的记录 而且一次就是一整群一起出动 简单来说就是很会老兄弟啦 不过幸好今天这几只 只是很想要赶快过马路 所以才意外入境的 而现在我们进入了这一片区域 Swatberg 史瓦特伯格山脉 在荷兰语中的意思 黑山 而今天我们骑成的这条山路 则是叫做Swatberg Pass 连接鸵鸟之都奥茨胡恩 与刚刚吃午餐的城镇 Prince Albert 所以啦 聪明的朋友应该就知道 没错 今天我们也算是经过了两个峡谷 然后整整绕了奥茨胡恩 一大圈 而这条陡峭曲折的路线 则是很多摩托车爱好者 来到南非的时候 避骑的一条路线 从一开始的峡谷景观 我们一路沿着山脉斗上 周围尽是无比壮观的岩壁峡谷 我觉得甚至比早上去的那条公路版峡谷 还要壮观 虽然说这里长得很像是我们上个礼拜去的沸沸峡谷 不过到了接近山顶的时候 那个景观 可以说是与沸沸峡谷 完全不是同一个等级的啊 I just can't believe where we are I just can't believe where we are 最后我们又再起了将近30分钟 来到了这个名叫 The Top的山顶 而在南非语中 这个Die 其实就是英文中的灌词 The的意思 一开始我看到的时候 我原本还想说 奇怪 如果这是英文的话 是不是有点不太吉利啦 后来才发现 只差一个单字 那个语言与语言之间的语意 可以差到十万八千里 幸好后来有问了一下福特 才解除我心中的疑虑 而这个The Top 海拔 只有1575公尺 大概等于台湾斯马库斯的那个位置 不过因为周围已经没有其他的山了 所以这个山顶上面的风 整得蛮大的 同时也因为这座山 算是唯一一座海拔比较高的山 所以站在山顶上 往远方望去的视野 你会觉得自己 就好像来到了世界的最中心 而在山顶这边 我们刚好遇到了 骑着790 ADBR的德国车友 德国与南非之间 其实就很像是台湾与日本之间啦 时差同样只差一个小时 从德国到南非旅游 飞机也大概只要三个多小时的时间 在旅游旺季的时候 你可以在南非看到很多德国人的身影 所以在这么有缘的看到他之后 我决定要拿贴纸给他 拿完贴纸给他 接下来我们也准备下山了 这段从山顶下山的路 我真的骑得非常满足 即将下山的太阳 把这整片区域染上了一片金黄 远方的山 纹理非常的清楚 而在山后面的 则是更大一片的山 甚至骑到某几个弯 你会几乎没办法忽略右手边的景色 而这整片美好的风景 就这样随着我们路程的前进 视野也不断的左右移动 说真的 我的视线 也几乎都没有离开右边的风景 沿途欣赏着这样的美景 我们一路下山 最后接回柏右路 而在下山接回柏右路之后 在这里又发生了一件意外 当我的GoPro没电 我在路边换电池的时候 在这边突然出现了两位小朋友 又跑又叫又跳的重向我 当下我马上被吓到 接着脑海里出现的都是 他们等等会不会就抢我的东西 诸如此类的想法 所以当下很紧急的把电池换一换 准备收进箱子的时候 也没发现相机的麦克风 就这样掉了出去 真的是尴尬啦 等我发现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人已经回到了乔治 准备吃晚餐了 所以啦 从这一天之后 基本上在拍片的时候 我的相机都是没有麦克风的状态 只能怪自己当下收的太紧急了啦 最后我们沿着远路骑程 回到了乔治 吃东西吃到一半的时候 又直接给我露血顶 麦克风不见就算了 现在又不给我好好吃饭 所以啦 就这样边吃 边怀着有一点点堵懒的心情 结束了今天的旅程 而虽然今天喷装了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行程 是我们在花园大道这几天以来 最充实的一天了 整天就是骑车看风景 总体来说 心情还是蛮好的啦 因为吃饭停电 也算是难得的经验嘛 而麦克风离家出走 再买就有了 唯有保持那随遇而安的心情 才能不管走到哪里 都能玩得愉快啦 也讨厌 也讨厌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這邊下方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